给我搜 是 元帅 颜宽开始下令撤军了 但在撤军之前 颜宽下令 烧了燕都尽焦的 所有房屋 燕都已经是一片火海了 还有什么消息吗 他还四处造谣 说有人看到了一团天火 落在了燕都尽焦 还说是因皇上无德 才引发的天前 元帅 我们现在 时间一到 立即出发 是 废虎营的兄弟们 提到的酒楼就是这一间 是 下面还有一间地窖 就在那儿 大家仔细找 是 是 是 银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庭站已经那么久了 雁都尽郊就那么大个地方 你派了那么多人 怎么就找不到宁贵妃呢 皇上 尽郊现如今乱成一团 许多地方的战火尚未熄灭 难民四处流窜 派出去的人 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 宁贵妃的下落 不过宁贵妃身边有高手护卫 定会安然无恙的 那河潭这事如何了 他们仍然坚持 河潭地点选在 广宣宫大殿 二坪以上的官员 全部都得出席 他们也会派重要的官员前来 河潭本是机密 他们却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还要叫上文武百官参与 究竟打得什么如意算盘 魏广呢 他不是已经回燕都了 怎么不来见朕 魏大元帅中了风寒 现在暂时还下不了床 等他身体无恙好 速速进宫见朕 是 启禀皇上 皇后娘娘担心 宁贵妃的近况 差小人来打听一二 宁贵妃究竟是 既然已经在冷宫了 就不要再操心外面的事 你告诉皇后 宁贵妃的安危 她不用担心 皇后娘娘还说 永伦宫的膳事太过简陋 如今娘娘有恙在身 怕是吃不惯永伦宫的膳事 能否请御膳坊改善一二 皇上 臣以为不妥 为了皇后娘娘 坏了冷宫的规矩 那皇上为了和谈而废后的心血 可就白费了 当时冷宫的规矩是她定的 既然定了就要执行 再说她现在已经不是皇后了 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来病 是